要一份惊喜 我代表清水镇 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偷偷给你 哎呀我优手 没有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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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杨子这么看重 长相思还是有些原因在身上啊 在31岁生日之际 杨子收到了很多好朋友 还有品牌方的生日祝福 然后二维友看到 长相思清水镇的家人们拍摄 见习录制的祝福视频 杨子真的是两眼泪汪汪 再也忍不住了 或许长相思对别的人来说 也不过只是中国影视作品中 平平无奇的一部作品 但对于饰演女主角的杨子来说 确实跨入30岁新的开始的代表作 不仅仅让她演技和抗拒能力得到认可 连带身上的商业价值也进一步提升 而清水镇时期 不管是对剧中的文小六 还是对现实中的小子来说 都是有着相当高的价值存在 所以长相思见面会杨子盛装出席 再看到清水镇的家人们 出现直接喜剂而泣 而如今生日party 看到他们的VCR同样也是很开心 而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文小六的夜时期 没有出现在视频中 可老木的一句时期回来过 却是直接让视频外的女主角破贴而笑 这算不算妖精的另一个糖点呢